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在一段感情中或者是在一个家庭里 在金钱方面付出更多的往往都是男方 而且在传统观念上也几乎都以男方赚钱养家为主 先有女性支撑家计的情况 不过随着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普及 在就业方面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自然也就涌现出许多事业有成的女性 收入甚至比男性还要高 一如女艺人陈佳化 她虽然不在以表演为主 却通过各种节目再次火遍演艺圈 并且进涨无数 陈佳化出生于1981年6月18日 Ella是她的艺名 早前曾为女子演唱团体 SHE组合的成员 自出道后曾和黄志伟 吴尊 陈楚河等人传过绯闻 并且与音乐人陈希短暂交往过 还闪电分手 金庸圈贵公子 赵实义等 而如今她与老公赖思祥 已结婚多年 夫妻俩时常与网络放闪 晒恩爱 甜蜜的很高调 不过其实当年两人只相恋两个多月 便友谊闪婚 一度吓得Ella妈妈赶紧阻止 表示反对 赖思祥是马来西亚籍 在富商家里出生 现在粉丝们都叫她赖姐夫 主要职业是经理人 曾经任某化妆品牌行销协理 现役离职 而替他们两前线的红娘 就是田富珍 因为她曾代言过那个化妆品牌 也因此听为赖思祥早就和SH已熟识 而在赖思祥41岁生日那年 正巧晋宝即将出生 她也甜蜜地分享 最特别的礼物就是家里 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 最甜的她 平日总是不吝啬地 承赞自己的老婆好妹 除此之外 陈佳花工作再忙 也会坚持回家下厨 两人的互动 让每个人好生羡慕 而且虽然赖思祥的家境很好 但却看不出富二代的影子 平时看起来也比较洁减 对老婆总是疼爱有加 和沈佳花结婚后 跟她的家人更是互动良好 让她幸福直呼 嫁给了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她和赖思祥 交往的消息曝光后 男方因为是缺外人 身份背景开始被起底 不止几本资料曝光 也串出两人收入差距 将近40倍 不过陈佳花曾表示 婚后采取经济独立制 但会开一个账户 存入共同基金 比如房贷 旅游的钱 就由这个账户支出 而与丈夫 赖思祥结婚后 她也一改新意 在团体中的帅气形象 不断散发出女人味 不过大尺度的个性 依旧没有变 甚至大辽和丈夫之间的床室 甜蜜放闪 完全没在藏 像是之前 因代言出席活动 被问及疫情 是否冲击生活 她语出惊人爆料 最近自己极数五公斤 但现在有第三者介入 害得两夫妻 已经分房近三个月 让她超哀怨 原来这个第三者 其实是他们的孩子 静宝 后来静宝缓行床后 才愿意回到 自己房间睡觉 而陈佳化 也顺利重回丈夫怀抱 还搞笑地说 虽然自己四十多岁了 但还是有基本需求 与丈夫重逢后 当然有久违的幸福 甚至大赞丈夫 表现还不错 大尺度发言 笑坏现场所有人 实际如今 陈佳化除了演艺事业之外 还有一项特殊技能 就是精准地投资眼光 而且以此赚进 大把钞票之鱼 让业内人士 忍不住称赞她 堪称演艺圈内的 小富婆 值得一提的是 她也是先前的团体当中 第一个率先成为 永可组的团员 她在过去2006年 正值事业巅峰时 就已经替未来 很不好路 以1500万元 卖下了位于台北市的 30平豪宅 而如今经过 十几年后 该房子的市值 早就超过了 4500万元 如果决定卖房 那么就可以 直接净赚300万元 相当惊人 另外 自从和老公结婚 并生下孩子后 她会给儿子 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又跑到了台北市内户区 卖下一栋富有 带壮公园的别墅 那里不仅环境清幽 人口密度非常低 每瓶开价更是高达 80到85万元 因此按照 陈家画者 大约100瓶的户型来算 已经接近上亿元了 事实上 这栋豪宅内部 也因为她分享 日常生活照后 而不小心曝光了 可以看到 里头菜挑高设计 不仅客厅有一片超巨大的落地窗 视野 菜光 都非常定基 其实 沙发后方 还有一个很多人 梦想中的浪漫旋转楼梯 整体看起来 既温馨 又不是时尚感 为此 她过去曾大方公开 自己的手材技巧 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学会忍住诱惑 以及懂得未雨绸缪 她表示 也许是因为出身 与兄弟姐妹较多的家庭 所以从小就非常能体会 生活的辛苦 哪怕出道后 面临再多的诱惑 都能坚持控制住 心里的欲望 不乱买东西 同时也把每个月的 基本开销 仔细记录下来 包括时衣住行 保险 贷款等 这样就能清楚得知 目前所需的花费是多少 应该要有多少存款 来应付往后的生活了 事业有成之余 成家化的身体也曾出现过状况 知悉 早前她就曾发现 左边肩膀与脊椎中间的位置 有异物 后来经过检查 发现是脂肪瘤 由于当时情况 还没有达到手术的条件 所以暂时搁置 没有去管 后来等工作有了空当期 父亲俩协议后 把她背上的这个脂肪瘤 给切除了 来思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透露了手术时的一些细节 她表示这次手术 成家化接受的是绝部麻醉 切除出来的重瘤有5公分 也感谢了媒体和粉丝的关心 而成家化本人在手术之后 也接受了采访 趁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紧张 打完麻醉还很兴奋 一直趴着 任由医生操纵 不过期间也有感觉到拉车感 甚至还要求医生大全麻 不过后来还是顺利完成了 她也真不愧是假小子 次次就算神病动手术 还是喜欢开玩笑 甚至还说之前都做好准备 如果是恶心肿瘤 就接受老公的建议提前退休 而且在动手术之前 她也一直都在为演唱会做准备 经常在舞蹈时令舞 现在她工作上的事宜 大部分都有老公赖斯祥来负责 大有家庭作坊的感觉 丈夫负责承包妻子的一切事宜 尽管是夫妻搭档的模式 但她的事业却发展得风生水起 在SHE歌奔前程之后 成为了最好的一个 如今的她 不仅歌唱事业依旧继续 在综艺方面更是十分红火 今年录制了多档收视率高的节目 在主持方面也颇有成绩 工作上的战绩受过累累 她的家庭更是十分幸福 与老公结合之后生了二胎 让人的感情也十分甜蜜 很多粉丝都感慨 像不到当年最假小子的一个 如今却是最有女人味的 也是最早当上妈妈的 虽说组合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 经常合体 但是SHE三个人死底下的感情 依旧没变 时不时的聚在一起 前段时间三个人还一起去登山了 登顶之后 成家话发文称 三个人终于变成了登山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0年11月 成家话曾直播过自己生产的过程 直播中她躺进了一个装满水的浴缸 因为水下生产能缓解孕妇的压力 可即便她使出神奈的劲 孩子还是不肯出来 没办法的医生只能把她转移到床上 然而又已失败告终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 孩子才不情不愿地钻出肚皮 围观的七大姑八大姨 看得即被发凉 好友任家轩和天赋真 更是哭成了泪人 但身为孩子后 传家话的子宫和膀胱不幸脱锤 稍微打个喷嚏都会尿失尽 因此又做了胖胱悬掉手术 令人心寒的是 许多人看到此番分享后 竟然怀疑是在作秀 而事实上 她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怀孕的辛苦 以及母亲的伟大 而当时看到她以为人母 网友们也不免想起 她的暧昧对象无尊 两人的绯闻是于2006年的一部剧 花样少男少女 在拍这部剧之前 两人已经是各自团体的成员 有过不少交集 同年11月 无尊上综艺时 玩游戏输了 被要求问陈家话 所以此后几年里 绯闻就一直没有停过 之后又发生了 黄子娇痛疲无尊事件 故而在观众眼里 陈家话与无尊的交往 亦是板上钉钉 直到2011年 无尊被保孕婚绳子 她与陈家话才开始进行计院 而这也是陈家话出道多年来 唯一一段像模像样的绯闻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才认识了丈夫莱思祥 其实说起陈家话 观众应该会更熟悉 Ella这个称呼 当年一头肥主流短发 拼上中性风的造型 撤为她的标志 也使其在组合内定位贤明 再加上她大大咧咧 不知一格的个性 一度被传是变性人 不少人甚至认为 分辨不出她是男性还是女性 直到2010年 SHE正式宣布 胆肥不解散 打破组合不合定律 三人感情如初 陈家话先以主持人的身份 再次出发 能说回道之下 更逐渐将事业版图拓展开来 也成功收获爱情 十年前后 她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 而这一变化的幕后工程 无疑是另一半 赖思想的功劳 她曾经说过 到了一定年纪后 女人味自然就会出现 而且遇见老公赖思想后 她的转变也有目共睹 2012年 她选择在人生适宜的阶段 不如婚姻 和言现场的她 依旧留着一头起肩短发 但一袭银色晚装 站在赖思想身边 宛如小女人 更难得见得 娇羞的笑容 婚后她的头发 便渐渐流长 人也愈发文婉贤淑 完全是在丈夫面前 小女人 在孩子面前 就开始散发着 母性光辉 结婚神子后的她 性感撩人 欲娇小可人的女人 为首方自如 还有着一股 为母则刚的任性 2017年 儿子劲爆出生后 她简直就是 人生赢家的代表 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比亲姐妹 还要亲的两位姐妹 每逢SHE 其中一人过生日 三人务必合体 共同亲身 对于演艺圈中的女艺人来说 成家化的事业 或者生活 都被羡慕着 甚至有些人 可能终其一生 都未必能达成 不过吃得如此成绩 其实都是她 个人努力的成果 祝福她能在 这般幸福的婚姻中 安稳地生活下去 也让她的事业 继续高升 为粉丝带来 更多精彩的瞬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 下次视频 就是她了 同时 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一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一记 敬请关注哦